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去路 把她扛起来 又是你 上次偷吃蛋糕 放过了你 居然还敢混进来 唐婉成 看得傻了眼 人果然不能干坏事 山鸡打扮成金凤凰 也会被人认出来 她的目光 扫过花美美 想表白的男人 唐是集团的特别助理 她父亲的心腹 唇红齿白 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的皮囊 怎么看都是小白脸样 这女人 不止穿着品味不行 看男人的眼光也不怎么样 唐婉成摇头 视线突然跟花美美对上了 心头顿时生出一种非常不妙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花美美张牙舞爪地跟她求救 临到身边时 唐婉成躲闪不及 被扒拉得身子一歪 唐婉成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拖音的尖叫 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花美美的手臂攀上她的胸膛 两条白嫩的腿往她腰上夹紧 如八爪鱼一般缠在她的背上 场面一时间陷入混乱 无数保安蜂拥而来 唐婉成头皮发麻地站在风暴中心 心如死灰的闭上眼 一个过肩摔将花美美甩在了地上 漫天烟花乍响 满场宾客目瞪口呆 唐婉成回过神来 抱着装晕的花美美 连滚带爬地逃出酒店 不要怪她呀 除此之外 她也没有别的逃脱办法 后来 唐婉成无数次后悔过这个计划 一个是中了彩票的爆发户小姐 一个是濒临拓产的形象设计师 明明是正经八百的雇佣关系 怎么会给她在情场上指点迷津 唐婉成将一切归因于自己脑袋被闷挤了 汽车开出去老远 唐婉成才长长地输一口气 拍了两下花美美的脸蛋 醒醒 别装了 睁开眼睛 花美美比挺挺地坐起来 真险 差点又给他们抓到了 唐婉成皱眉 心头不轻不重地略过一个字 哟 花美美中彩票 是两个月之前的事 五百万突然砸在她脑袋上 不买豪宅 不疯狂购物 不接受记者采访 落成富贵圈里 没几个人认识她 谁知道 她从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不光先是肯定的 唐婉成 怎么着也没想过 她过去的生活会 穷困潦倒到 混入酒店偷蛋糕 月色寄聊 她看了她一眼 强迫自己赚开目光 那些钱 五百万里 大半都投给了她的工作室 但是除去分红 她还要教她 如何俘获男人的心 从形象设计到内涵提升 从肢体语言 到实战表白 她是好老师 她却是笨学生 学来学去 一个小白脸都没追上 花美美 她叹了口气 你可 真够笨的 好几百万 说入火就入火 老老实实拿钱过日子 有什么不好 何必趟她这趟浑水 然而 她却会错意了 孽如道 那我 试试聪明点的办法 晚宴上喝了酒 后劲慢慢上头 安全带被解开 唐婉成一低头 被突然凑近的一张脸 吓了一跳 一只滑嫩的手臂 挂在了她脖子上 另一只手臂 顺着她的锁骨 一路滑下 只烧缠在贝壳纹扭扣上 绕着圈圈 慢慢解开 一颗 两颗 结实的胸肌袒露 在她眼皮底下 唐婉成 眼眸一沉 拽住她不安分的手 四目相对 肌肤像贴的地方 一点点变得滚烫 你看 这样行吗 她红着脸颊 低声问道 你知道 你在干什么吗 花美美昂起脑袋 呼吸里的热气 撒在她脖梗上 酒精味很重 知道呀 练习 她投资之后 与她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哪有机会学 这些旁能左道 她跟唐氏集团 那个小白脸 互留了微信 难不成是在网上 唐婉成 按下莫名的怒意 沉声问 谁教你的 花美美 别了别嘴巴 唐婉成 沉吸一口气 只烧抬起她的下颌 谁 眼眸如冰 呼吸却炙热到可怕 她的目光 扫过那片烟红的唇 喉头不自禁地滑动 电影呀 她仰头 脆生生地接话 我 昨晚看的 确实是他们 在家里看的电影 后半场她睡着了 她松了一口气 阴沉着脸 将她塞回座位上 花美美贼心不死地缠上来 被唐婉成 用安全带牢牢绑住 你到底想干什么 大眼睛眨巴一下 她委屈的小声说 勾引你呀 还真是坦白 唐婉成将她脑袋推开 暗自磨牙 驱车离开 一路上车厢里 静谧如水 花美美 没心没肺地睡着了 她不知道 勾引人的技巧 她从电影小说 里学到的东西 比她教的都有用 否则 唐婉成 也不必急着回家 冲了半个小时的凉水 并且 未知生了一周的闷气 唐婉成 是真的生气了 瞥了眼厨房里 忙碌的身影 面色始终冷峻 就连花美美 把热乎乎的虾脚 夹到面前 她的头 都不曾抬一下 花美美 深吸一口气 道 你打算 一直不跟我说话吗 你这样 这样 她扯了扯嘴角 不屑地开口 怎样 我 花美美犹豫一下 一股气地倒 我以为你很介意 那天晚上 那天她只是喝醉了 身临其境 酒意上头 电影小说里不 都有这样的桥段吗 怎么偏偏到她 就不行了 以前天大的 错披头盖脸 骂一顿就完了 这次居然跟她冷战了 整整七天 哦 她抖了抖手里报纸 那么 你认为 我为什么介意 她最不喜欢 她这样的态度 不冷不热 不阴不扬 甚至不屑看她一眼 花美美 将一只虾角在嘴巴里 扭头甩了甩头发 因为你是 傲娇神经病 冷战就是凌迟 都是酷刑 她宁可一刀死个痛快 花美美也生气了 将虾角装 在石河里准备出门 我要出去约会了 不管饭了 这么爱探报纸 饿了你 就吃报纸吧 门被关上 过了半个小时 唐婉晨的视线 仍停留在第一篇报道的第一行 面色十分不善 她有时候会怀疑 花美美是真傻还是假傻 说真傻 晚宴过后的那场小练习 险些让她丢窥气甲 说假傻 偏偏一门心思 扑在那个小白脸身上 一连多少天了 人家对她气弱臂履 她还巴巴地往跟前凑 花美美回来的时候 小脸皱得很难看 唐婉晨抱着iPad 在跟人探讨当季的流行服装 抽空看了看她挫败的脸色 心情一点点地愉悦起来 看样子 又失败了呢 什么冷战什么面子都顾不上了 花美美几步蹭到她跟前 唐婉晨 我不够美吗 嗯 对 我不够贤惠吗 嗯 对 花美美憋着嘴巴都快哭了出来了 那 我不够妖娆吗 嗯 一个字还没说出口 她猛地想起一周前的夜晚 呼吸一颤 漠然抬起头来 视线相对 她的目光如夜空的星光 剔透而浩瀚 唐婉晨回过神来 急切地想要避开她 我回房间了 很困 语气很冰冷 一如平时的她 花美美仍保持着半跪的动作 转头看她 唐婉晨 你说说看 我就这么不值得人喜欢吗 没有回音 空气的房子里 花美美气呼呼地摔了门 直到半夜都没回来 她没告诉过任何人 这个下午她没去约会 而是傻不拉几地 在楼下等了一下午 她想看看 她会不会追出来 会不会有一点点在乎她 可是 花美美失败了 唐婉晨 是在半山道上找到的她的 她大步走过去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还没开口 花美美长于一口气 一副大意凛然状态道 啊 心情真糟糕呀 她脑海里 越过那盒精致的爱心虾脚 冰冷地吃笑 不就是被小白脸拒绝了吗 还没习惯啊 花美美吸了吸鼻子 自顾自地开口 我不想跟你说话 这样糟糕的日子 我要去吃一碗热乎乎的汤面 真的就是吃面 两人面对面坐着 臀骨面搭着清酒 她刺溜刺溜的大块朵仪 又喝了几口酒下去 花美美晕了 这真是唐婉晨 无比头疼的一个夜晚 花美美醉酒后 死活都不肯坐车 一路上抱着电线杆跳舞 张着手臂 吆喝着要去广场赶鸽子 最后 干脆抱着垃圾桶 抽答答地哭了 晚上十一点 人来人往的市中心 她和她再度成为焦点 花美美哭得畅快淋漓 唐婉晨却心如死灰 一手挡脸 慢慢往她身边挪 估算着一把 将人扛在肩上 杀出重围的可能性 刚要动作 手腕就被她拽住 花美美眉眨巴着 湿漉漉的眼睛 哽咽道 为什么 你身边有那么多女人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唐婉晨背脊一僵 你就这么喜欢她 她觉得人生可真没劲 那个小白脸 她真是哪哪都看不上 这你人是瞎吗 可是 谁能料到 风回路转 在围观群众嘖嘖声中 一张眼泪模糊的脸 猛地靠近 花美美大声喊 不 老娘喜欢的是你呀 喝高了就发酒疯 她忽然想去 揍小白脸一顿 凭什么每场闹剧 都是她来收场 花美美靠在她肩上的那一刻 唐婉晨莫名地叹了口气 心底有个声音在说 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允许你倒在我怀里 为另一个男人买醉 然而 围观群众只当 这是场表白戏码 轰鸣的掌声 不断传来 花美美乍尸般抬起头 嬉嬉一笑 狂拽炫酷地 在她嘴唇上 巴唧 啃了一口 唐婉晨 恍如雷劈地摸了摸嘴角 老半天才发现 她被抢吻了 被喝大了的花美美 当作另一个男人 强吻了 九月的早晨 阳光大好 花美美吃完三明治 心满意足地 舔了舔唇角 再一抬头 被餐桌对面 笔直的目光 吓了一跳 喝 喝牛奶吗 她试探地开口 沉默 不 不喝吗 还是沉默 就在她手臂 举到发酸时 男人接过玻璃杯 一口口喝光 动作缓慢优雅 看得花美美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架时 哪像是在吃早餐 分明是在吃它 不就是 喝断片了吗 她埋头嘟弄 昨晚 stop 唐婉晨沉下一口气 不许提昨晚 花美美扎扎嘴 不提就不提嘛 干嘛这么凶 不对 她脸红什么呀 在她探寻疑惑的目光下 唐婉晨干咳一声 马里得溜回书房了 闭眼倒在小沙发上 昨晚的一幕幕 跟电影似的 在脑海里回放 她眼眸一眯 呼吸都热了起来 昨晚 唐婉晨扛起发酒疯的 花美美飞奔回家 刚关上门 花美美咚的一声 将她按在门板上 拦住她的去路 一双无辜的眼睛 一眨不眨地望着她 真是奇葩到家的一天 被抢吻了不算 居然还被个 165不到的小女子避咚 唐婉晨还在震惊中 下一秒 花美美将外套摔在地上 醉眼迷蒙地靠了过来 肌肤紧贴 结构不同的身躯 如此接近 她的心脏砰砰直跳 就在她发愣的目光下 花美美养头 亲了过来 她的吻声疏而虔诚 不含技巧地扫过她的唇瓣 带着莽撞又青涩的味道 却轻易地让她气息紊乱 唐婉晨鬼使神差地拖住她后脑勺 想回应这个吻 心头忽然一震 抬起她的下巴 面色冰冷 美美 告诉我 我是谁 怀里的女人嘻嘻一笑 我当然 知道了 食指在她脖梗 上点了点 笨蛋 唐婉晨眉梢一条 秉溪等着下文 心跳越来越快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肩上越来越沉 唐婉晨深吸一口气 一低头 才惊愕地发现 方才还风情万种的女人 已然进入梦乡 最后 是她收拾残局 也是 她将花大小姐扛上床 而花美美呢 一觉睡醒 做过的事 全都忘了 唐婉晨将书盖在脸上 她觉得自己快疯了 她是唐婉晨啊 堂堂NY设计的总监 怎么会对她动心 动心 她猛地坐起来 书壳啪了一声掉地上 那声响清脆又沉重 也敲在了她心上 这大概就是善恶到头中有报 万人泥唐婉晨 竟然栽在了女人手上 西餐厅里 红酒泛着温柔的光芒 两盏水晶杯碰在一起 花美美与梁树相视一笑 十几米外 唐婉晨坐在副驾驶座上 冷冷勾唇 毫不客气地拍下喇叭 花美美藤地一下站起来 连忙与梁树告别 刚走没几步 手腕却被梁树拉住 煞时 次目的远光灯透过玻璃窗 堪堪落在两人身上 梁树回头 视线精准地与唐婉晨对上 随机松手 唇角掠过一抹冷笑 既然有人来打扰 那我们只能改天约了 她有一副好皮囊 笑起来一正一邪 有种勾人心魄的魔力 花美美还没答话 揣在兜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唐婉晨冷淡的声音传了过来 花美美 你没帮我做饭 我饿了 唐婉晨没说谎 她在书房窝了一整天 等好不容易接受自己对花美美动心的现实 却在窗口 瞥见花美美拦了辆车跑了 她在落成里 没几个朋友 不是去找小白脸 又是找谁 接着 她做了一件 自己都十分不齿的事情 跟踪花美美 唐婉晨 鬼鬼祟祟地跟进市中心 果然看见 她和梁树约会 这个小白脸哪里好 值得她一次两次倒贴表白 唐婉晨一下下地拍着喇叭 整条街的路人 都觉得她疯了 花美美也不例外 见过饿晕的 还没见过 饿疯了来毁人约会的 她隔着敞开的车窗 凑到她身前 深深吸气 唐婉晨闪躲不及 想起花美美一贯的酒后壮举 忐忑地吸口凉气 你 你干什么 不干什么 就是闻闻看 她抬头 笑眯眯地答道 有没有酸味 唐婉晨扭头 却被她强行掰了过来 四目相对 她皱眉刚要说话 嘴巴一张 她就将打包的菠萝包 塞进了她嘴里 饿了你就多吃点哦 这还真是 让她无话可说 然而 花美美下一句话 更让她无言以对 她说的是 阿树约我下周 去她朋友的开业party 吃饱了 我们就去吃礼服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